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那么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们这个频道呢 是专门探讨信仰和人生的关系 让我们活出美好的生命来 神一样的生命来 那么大家都听说过 这个圣经啊 对不对 那么有的人读过很多的遍 那么请问你个问题啊 那么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对不对 圣经到底 他想让我们人怎么样 人类社会怎么样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结合我们现代社会 然后呢 把圣经到底讲的是什么 然后给大家呢 有一个很好的分享 那么呢 我在四个大学教书啊 包括北京大学和那个多罗诺大学 曾在日本留学 那么从小的时候呢 神就赐给我一个恩赐 善于思考 那么并且读书一职 那我呢 想呢 把这个我的体会 神对我身上的这个感动啊 分享给大家 那么呢 那么我就反复的祷告思考呢 那最终呢 终于啊 下定决心 然后呢 分五诗讲 给大家这个讲述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这五诗讲 也不可能概括所有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说呢 他是把它的最核心的结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实际哈 那么这个我们啊 作为一个人哈 对这个了解 特别是针对华人 还有这个北美地区的人哈 然后给他们有一个这方面的帮助吧 OK 不管是信了 已经信神的 在没有信神的 在教会多少年的 那我想呢 你听了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以后 应该是对你有帮助的 好不好 那好了 那么呢 我就想把我这个系列呢 这个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哈 因为你并不会听我们每一次正道 那么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每次呢 也没有祷告 我想呢 把这个内容呢 给 但是我们敬前的心还是有的 好不好 这个呢 我已经讲了这个34讲了 OK 34讲呢 我把这个1到34讲一些概括的一些要点性的一些内容啊 给你说一说 你会有一个体会啊 那么我在这个 我讲的第一讲呢 圣经教组讲了 要让我们人呢 要树立有神和神呢 创造世界的这个世界观 对不对 因为感觉吸引啊 OK 再一个呢 我们要认识人的本质 OK 还有特质 特质 还有一个呢 这个社会呢 一个基本的单位呢 就是家庭 是吧 那么呢 神呢 他是 这个 这个婚姻呢 是神所赐的 夫妻双方呢 是与神所立的约 好不好 对 我希望你听着比较新颖啊 对不对 这是 我们不是为了这个 标新立一而立一 而是讲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对不对 还有呢 在现代社会里 是吧 那么我们经常说 人权 人权啊 这个 那么什么 人权怎么回事呢 我说天赋人权 也就是神赋人权 好吧 还有大家提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普世价值 平等 自由 博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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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度啊 是不是 那么这个 这是什么呢 我说呢 神是普世价值的富裕者 而且是神是 这个普世价的守护者 现在我们这个普世价值 变得很大的挑战 那么这个 有人呢 用这个 其他的理念呢 来冲击这个普世价值 不承认普世价值 所以呢 讲究这个 自己的特色 是吧 其实呢 基本上 自己的特色呢 是在这个普世价值 基础上的特色 而不能 就是说 否定这个普世价值 是吧 我觉得 你要没有听到 觉得这个 有益说啊 OK 还有我在这个 第三十三讲的时候 特别讲的啊 耶稣是拯救之主 成圣之主 医治主 和再来之王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圣经呢 讲的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 圣经离不开耶稣的 耶稣是贯穿 整个旧约里面的影子 OK 那么呢 在新约里 耶稣就是新约的中心 所以呢 那个耶稣呢 不仅仅是两个汉字 耶 苏 对 英文的Jesus 那么耶稣呢 他是有深刻的 广泛的啊 这个真理性的含义 你记得啊 真理性的含义 那好了 我在这个 这个今天要讲 三十五讲嘛 其实呢 我在上一次呢 讲这个三十五讲 已经讲了一遍 只是呢 录音发现的 这个录到一半的时候 中断了 所以我今天再讲啊 所以这个第三十 第三十五讲以前呢 这个第三十四讲 我专门讲的 就是这个圣经啊 约翰福音的 第十四章第六节的内容 并且把它进行发展 那就是说呢 第三十四讲啊 就是耶稣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耶稣是赋予并掌管生命的主 OK 那么讲呢 那么今天呢 我是在三十四讲的基础上 讲三十五讲 希望你好好听啊 是不是 那么第三十五讲呢 耶稣是在地上 是救主和大墓人 但在天上和再来之后 都是全宇宙的主导力量 OK 你听到这个啊 对不对 你要学圣经 你要进去讲什么呢 你要认识到耶稣 是全宇宙 全世界啊 他的主导力量 这个主导力量呢 不仅仅是包括这个 这个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救主 是大墓人 是吧 那么他就是在天上 和再来之后 他永远是主导的力量 还是主导力量 好吧 对 他是谁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 今天呢 特别有感动啊 我都做个祷告 好不好 亲的八父 我特别感恩 你拣选我 然后拣选我们 你的儿女们 这个主内基础子妹 做你的儿女 特别是给不同的人 不同的恩赐和呼召 你使用我 然后这个拔 不仅传福音 牧养的教会 而且在圣经的真理 和他的文字 这个音品 各方面施工上 有能够摆上自己 现为活计 求你大大的使用我 也让我今天 把讲的这一讲 讲的精彩 讲的容身一人 以上祷告 奉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OK 那么耶稣啊 他这个 在这个 这个 他是真神啊 是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对吧 耶稣是第二个位格 是吧 那么他作为第二个位格 那么耶稣呢 他在不同的时期 他有不同的指纹 从我的理解上讲啊 那么耶稣 他再来之前啊 第一次 不是 耶稣啊 第一次降世以前啊 他是 他的本质啊 他的 是完全是神性的 完全是神性的 那么是第一次 因为他神呢 神的属性 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啊 无所不能 自由永远的这位神 他作为道啊 作为啊 这个圣经的真理啊 他变成了肉身 通过圣灵感应 啊 对不对 在这个以前呢 是呢 然后呢 他就来到地上 OK 他来到地上以后 是吧 我们叫耶稣 叫降世 耶稣叫 这个叫 这个降生 我们叫降世 或降生 我们这个出生啊 是我们人 对不对 耶稣他是全神 全人 他就不仅仅是 这个出生的问题 我们并且 回避这个出生的事 我们说 耶稣是降世 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记着啊 他来到这个地上以后 是吧 耶稣称什么呢 是救世的主 啊 救赎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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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呢 耶稣降世以后 他在地上救赎 救赎的主呢 怎么讲呢 OK 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啊 这是马太福音 第一章 第二十一节 啊 这节经文呢 是整个圣经 说的最明了的 耶稣是救赎的主 是拯救的主 OK 怎么说呢 OK 他说 他讲生 要生一个儿子 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 记着啊 这里面啊 OK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明白了 是吧 这些经文呢 前面当然有上下文了 是吧 对不对 那么讲耶稣 讲他的这个 马太福音 讲耶稣这个生平的时候 他讲他的家庭背景 耶稣是有家庭的 啊 是因为呢 他是约瑟 取了 还没过 这个 还没有是通过圣灵感应的 马里亚 OK 那么耶稣呢 他是大魏的子孙 约瑟 他是大魏这个家谱的 所以呢 这个耶稣呢 他是这个 这个通过圣灵感应 他这个约瑟 取了马里亚 是吧 所以耶稣就归入 这个大魏这个家谱 亚伯拉罕 大魏亚伯拉罕这个家谱 所以呢 所以呢 耶稣呢 就成为了 是不是啊 犹太人 对不对 这个旧约里所预言的 弥赛亚 啊 因为预约的弥赛亚 这个弥赛亚呢 就是救世的主 他起名叫耶稣 是个男婴 男的 OK 那这个 这个耶稣的本身的含义 就是救世的主啊 救世的主啊 那么呢 那么他这个主 他做了一个解释 为什么说他叫耶稣呢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OK 对不对 那么这个罪恶 我们说呢 平常人犯的罪了 很多邪恶的东西 然后那个烧 杀 掠 想奸淫 吸毒啊 这东西呢 都是说谎啊 偷啊 这东西都是罪恶的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罪恶呢 是我们这个圣经里 是引用这个做罪恶 OK 引用这个 那么真正的罪恶 是从我们实俗那里寄出来的 亚当下 我是寄出来的 是吧 我们有神不认识谁啊 我们骄傲 叹了自私好隐呢 是吧 那么从这样的罪恶里面 我们人是自己没办法的 对不对 人是不能救自己的 就像一个老鼠 掉到缸子里 再蹦再跳出来 是吧 对不对 那什么呢 只有这位神专门派来的 专门做拯救工作的 这位义人 耶稣 对不对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 因为罪的工匠乃是死嘛 对不对 那么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 他是专门神的儿子 专门替我们死的 他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 神承认了 默许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么我们就是说 耶稣他是救主 OK 他作为这个救主 是全能的救主 任何人信他的都可以得救 任何家庭信他得救 任何社区都信他 任何一个省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信他的都可以得救 所以 所以才有了这个 基督教 这个基督教 真正的基督教 这个基督教 要这个中国化 基督教要美国化 OK 谁离开了基督教 谁离开了耶稣 这个国家一定要堕落 这个国家一定出问题 最近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正好美国立下这个2020年大选 那么出了这么大问题 出了宣政危机 是吧 那么最后可能爆发内战 是吧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 就是相当一部分人不信耶稣了 信的假耶稣 把自己当成神了 见自己的巴别塔 是吧 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耶稣是救度 你要信他一定能拯救你 OK 他救所有的人 救所有的人 是吧 所以他的血 是里面多人流出来的 为所有的人流出来 OK 所以这个讲这道理 对不对 那么耶稣呢 他在地上 OK 他到了这个阶段 他这开始都是全神在天上 然后他到了地上 到地上是什么呢 他在地上呢 他要拯救人 是不是 他就像牧羊人一样来牧羊 对不对 那么一个人 他需要教导 他需要信仰 是吧 在犹太人这个民族里 他们是这个中东啊 他是牧羊人 所以他在写这个圣经的时候 他就成为这个牧 耶稣呢 他比喻成了牧羊人 他这个牧羊人的 而且是他不是一般的牧羊 是大牧人 什么大啊 这个大的不一定是牧的羊群 这个就是这么多 一千只两千只一万只 这里的大牧人是牧养所有的 全世界所有的人 OK 对不对 而且这个羊群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不受时间的限制 你从这个 从这个 耶稣诞生以后 然后呢 他开始 这个 这个 开始 步道 天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 然后呢 他自己要受了洗 然后呢 建立他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 是吧 他拣选了十二师徒 是吧 后来这十二师徒 等到这个 就颁布圣餐 然后那个 就吃鸭 是为我们死 死了以后 埋葬埋了以后 再复活 所以整个 最后他升天 整个这个过程啊 是耶稣啊 是一个牧人的过程 是一个大牧人 所以 作为一个大牧人 他爱惜他的羊 他听他的羊的声音 所以耶稣是大牧人 是好牧人 所以我们牧场 像我们做传道人 做牧师的 我们绝对不敢称自己 是好牧人 是吧 太自傲了 是吧 我们更不能称自己 是大牧人 是吧 因为这大牧人啊 只有耶稣 他一个人 值得配得这个事情 好不好 我们在天上的耶稣 他就是我们的大牧人 好了 听懂这个意思啊 好不好 那么耶稣呢 他这是 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救主 是大牧人 是吧 是大牧人 好不好 那么耶稣呢 在天上呢 是吧 耶稣啊 他这个 在十字架上死了 死了以后 星期五死的吧 然后过了星期六 然后在肥墓里埋着 他第三天 星期天那是怎么样 他复活了 大早晨的时候 OK 那他的 他的这个 用人呢 他的周围的 冰冰啊 还有天使啊 都看到了 还有跟那五百来个人 显现 他是身体的复活 OK 并且耶稣 复活这个耶稣 他升到天上以后 这个身体 永远不再朽坏了 OK 千年万年 百万年 是吧 永远不再朽坏了 这是耶稣 靠着神 实现的那个复活 这不是 拉撒路那个复活 所以耶稣呢 他会到天上去 到天上干什么 OK 天上掌王权 坐在父神的右边 OK 恢复他在天上的职份 是吧 在天上的职份 在天上的时候 他知道地上 有他的教会 有他的门徒 他还为他们祷告 这些门徒 去传福音 去建教会 去服事 OK 所有的工作 主耶稣 怎么样 他就为你祷告 为你引路 是吧 为你引路 是吧 那么地上的教会 就是耶稣 在地上的存在 所以耶稣在天上 他是恢复了 他神的身份 在天上和神的身份 而且是坐在 父神的右边 圣父圣子圣灵 圣父的右边 也就是在 父神的旁边 然后掌上王权 他坐在那个 大宝座上 坐在这个宝座上 所以耶稣在天上 他现在 想和父神一样的 掌握着天上的权力 那么天上的权力 也影响地上 从根本上讲 从长远上讲 永恒上讲 那么地上的权力 全是天上授予的 那么地上的权力 然后也服从天上 如果你一时一世的 可能 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 不行是公义 不耗怜悯 胡作非为 一时的可能称王称霸 OK 你看看德国的 这个这个 希特勒 他说上帝死了 我现在 你才说上帝死了 我现在是这个 是超人 超人的时代 希特勒当了这超人 日本的东条英基 也当过超人 是吧 摩索林基什么的 那么后来又到了 这个 这个也有一些 共产国家 这个讨论 其实自己非常了不起 被当成偶像办 是不是 最后怎么样 不行啊 是吧 现在是吧 问题大多了 是不是 问题大多了 所以呢 耶稣在天上的时候 他是主导 全宇宙的主导 主导力量 主导力量 那么耶稣呢 怎么样 他到全宇宙的 主导力量 OK 所以现在呢 你在地上呢 你好好自为之 OK 不能乱来了 谁要乱来的时候 那么呢 你会遭受审判 神会拆配的 仆人来审判你 OK 现在这个 你看到不同的国家 都发生这种事情啊 当年的时候 这个东条银机 出于绞刑 希特勒给搞了个自杀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个 这个这个萨达姆怎么样 是吧 本拉登啊 是不是 好不好 OK 伊朗的二号人物 是吧 看到了吗 现在在美国 这次大选 这次大选也会遇到 很多的问题啊 有的人也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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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欺诈啊 然后这个 这个 真的是 不堪如尔啊 对不对 真的是 深不痛绝的事情啊 深不痛绝的事情 没想 他们没 他们不知道 你做的事情 不仅是危害了 美国这一个国家 也危害了全世界 危害了整个文明的体系 那么神 耶稣他在天上 不会饶过你的 不会饶过你的 他会使用他的仆人 会惩罚你 惩罚你 所以以后 这个 我们就看到啊 等我做这个节目的 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 正在发生 好不好 OK 那么耶稣呢 我给大家分享重要 重要一点啊 这耶稣再来 之后 他是宇宙的全宇宙的主导力量 圣经他要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 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的人都是今朝有酒 今朝醉 对不对 然后干什么事 不及后果 不及后果 那不及后果呢 他们就是胡作非为 造成很多的家庭的悲剧 造成社会的悲剧 环境的污染 对不对 然后呢 整个把整个世界搞乱了 哪里有他 哪里都乱 你得 那么神呢 那么耶稣呢 他生了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救助 他建立了教会 并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包括你我死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那么后来呢 他死了以后复活 复活有四十天 那么跟他门徒相见 验证了 证明了他自己呢 对不起 他证明了他自己呢 他一定会再来 是吧 他那个 扒摸了大使命 是吧 那么最后他到天上 他怎么着 他去了以后 他一定到了时候的时候 他一定会再回来 那么去的是 他在地上来的时候 他是服侍人的 给门徒洗脚的 是吧 非常非常谦卑的 OK 那么再来的时候 就是来掌王权了 进行审判来了 OK 也完成最后的救赎的工作 OK 那么我们说的救赎的最后 开始是音信称义 是吧 然后再成圣 是吧 成圣了以后 最后还一个荣耀 如果你不建议 不复活以后 再见耶稣是不可能荣耀的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 已经很重要的时候 对不对 让我完成救赎的工作 让我救赎一个终点 一个终点 然后呢 怎么样 他必定再来 审判活人死人 什么再来 那么呢 那么我给大家读人经文 耶稣基督 他再来的时候 他说 启示录 第22章12到13节 他说看的 我必再来 听好了 耶稣他一定会再来 现在我们活着 这个叫战战兢兢的活着 要带着敬畏的心的活着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他基督会来 他再来的时候 他要进行审判的 他是按照我们所行的审判 你没有信的 马上给你放到火葫芦里去 去烧卡 对不对 但是信了呢 你得行什么 你做了善事 做了好事 还是做了恶事的 有哪些对不起神的 OK 他是公义的神 他一定会来审判的 耶稣是非常严厉的 是吧 他会用口里的气 是吧 把你牵灭了 是吧 他把他的荣光 把你废掉 这会被废掉 是吧 那么你就要记着啊 这些 你不要光看眼下 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这是短暂的 最后死不了 痛痛哭哭的 OK 在那个火葫里烧 那才是永久的 好不好 你不能不信 是吧 所以呢 他说 赏罚在我 我要照着人所行的 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欧米格 我是首先的 我是后了 末后的 我是始 我是初 我是中 OK 是不是啊 对不对 他掌管着外面 从前到后都掌管着 OK 那么第十七节啊 第十七章 第十四节说 他们以羔羊征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谁是羔羊 耶稣是神的羔羊 对不对 他必是胜过他们 你撒旦魔鬼 你有什么 哇 我有几件 这个 这个超音色导弹 我有这个 一百枚 两百枚 三百枚 这个这个 胜着更多了 上千枚的核导弹 这些东西 都在明耶稣面前 都不管用 甚至还没有起飞 都给打下来了 是吧 对不对 他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吧 因为羔羊是万王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对不对 后来啊 在这个十九章啊 第十九六节 他这个羔羊的腿上啊 都写着 他是万王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对不对 那么后来 在后面什么呢 几十五的 第一章第五节啊 这段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他说 这个第五节说 并呢 诚信所见证的 从死里首先复活的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 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 归于你 所以耶稣啊 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救助 他是这个万 这是万王君王的 这个世上君王的 这个 这个 万王之王 对不对 万王之王 那么等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他在真正的 彻底的 要掌握这个 他是宇宙 全宇宙的主导力量 他要审判你 他有他的手段 他要给你这个火壶 给你预备好了 对不对 他那个撒旦魔鬼 你想一想 这敌基督的 不管你现在怎么张牙舞爪 你怎么折腾 对吧 到那会儿 你敌不过神 对吧 对吧 你看看你那几个原子弹 也只不过是 清淡也好 也就是把神造的这些原子 折腾折腾 然后鼓刀鼓刀 把它弄在一起 那么整个宇宙 一个太阳 整个一个银河系 你看看他 超巨星 我们的太阳 说实际的 已经够烫的了 够热的了 表面温度也只不过是 三千 六千度 是吧 有的是几万度啊 高温的 那给太阳大比起来 大的是不得了啊 你搞这几个原子弹 管什么啊 是吧 对不对 我想呢 要老老实实的 要认识 圣经就告诉我们 耶稣啊 他在地上的水是救主 对不对 他地上的水是救主 他是大墓人 他是救主 你要好好接受他 做你的救主 他是大墓人 你要接受他的牧养 好好尊敬他 他在天上 这个一直是主导的力量 再来以后 那更别说了 他是来完成这个救主 而且是来审判的 对不对 不信的赶快信 信了的要好好做事 老老实实的 对吧 那是神的教导 是吧 那么 那么所以呢 这个圣经啊 真的是宝贝 理解这些道理以后 你的人生 你的家庭 是吧 各方面都很有秩序的 然后呢 你活得很真实的 很踏实的 对吧 对不对 就很有盼望了 等你每个人 大多少人吧 都这么做的时候 那些社会上那些渣子 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人 他们也就不敢乱来了 不敢乱来了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很多人都不按神的旨意去做 来 那就把世界给搞乱了 搞乱了 神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耶稣在地上是救主 是大墓人 在天上和再来之后 都是全宇宙主导地上 这个话题呢 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不想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讲座 然后今天的关于这个 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非常重要的一讲 所以请你跟你这个朋友 家人分享 然后转发 是吧 也希望你能够点赞 没有订阅本频道的 希望你要能够订阅 非常感谢 好吧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